主料,小炙鸡半汁,辅料,香,葱,料酒,芝麻油,盐,糖,白胡椒粉,背筋,花椒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图片是一只整剂,我用了一半,另一半包香菇鸡汤了,切几片姜与葱放在鸡的两面,再等少取料酒淹半个钟, 火离水开后,放入锅里喝水蒸5分钟左右,骨头带血时间,我个人认为还是蒸透安全点,我用了10分,蒸满10分后再翻一只面,再蒸10分,吃鸡不带血色的只蒸3到5分钟就可以了,关火,让鸡满10分钟,取出,晾一下,做蘸料,小葱和姜切的细细的,放入白胡椒粉,放芝麻油与花椒油, 也可以不放,放入味精,放食盐与白糖少少的,这蘸料就做好了,这时把鸡切块上桌,切实注意生蔬菜板与刀,要分开咯,烹剪技巧,这种做法保持了鸡的原味,非常的滑可口,再配上蘸料,味道好极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